老公,昨天你们回来的太晚了 看到你很失落的样子我都不敢问 昨天你去匹配怎么样了? 也没什么,就是正常走个流程做检查 其实也要好几个人去 不是你一个人吗? 肯定不是啊,好几个人做了检查,抽了很多血 还要收血呀? 做血型的这些其他匹配的 该做的都做了嘛,就看运气了 反正也不要抱太大希望 昨天去排队也排很久 因为抽了很多血都很累 没事吧,反正就是有这么百分之一的希望 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对不对吗? 万一成功了呢? 如果不成功的话,那现在还年轻嘛 时间以后如果有机会再做嘛 我看到有些粉丝他们说 有的还要匹配好几次才成功 毕竟每个人的血型不一样嘛 所以感觉没有太大必要嘛 要跑一趟那么累 但是你如果不去做的话 你又不知道成不成功啊 你去做了你才知道啊,对不对? 那如果你不做的话 那如果你不做的话 人家还希望有那么一次机会呢 还等了好几年都等不到呢 我们等得到了,肯定要最尝试啊 万一运气好呢? 如果真的不成功呢 也不会感觉遗憾嘛 对不对嘛 哎呀,无所谓啊 你什么都无所谓 人还那么年轻 就像个七八十岁的老头一样 每次都是无所谓 你做透析你也累啊 如果换了身的话 那就不用做透析了 对不对嘛 还可以找一份 精神一点的工作 可以跟正常人一样 你看你那个手 现在都变形了 你如果还不换身的话 那时间长久了 再过个三四年五六年 你那个手根本都变形了 都看不出来是正常的手了 对不对嘛 所以说能换身呢 就最好的 这样的话就不会再折磨了 每天躺在医院五六个小时 也是折磨人了 没事 我 我很相信这次会成功 我有很很大的好意感 反正我现在都已经在准备了 如果准备手术费啊 肯定要提前准备啊 万一到时候 运气好成功了 要做手术了 医院还等你做准备啊 那是不可能 那如果你没准备好的话 要等的话 医院肯定不会等你 肯定机会就留给别人了 对不对嘛 昨天受的那么多血 这段时间就好好休息嘛 然后补一补嘛 万一成功了 做手术了 身体要好才行 知道没有 没有